欢迎收看今天2023年10月11号 两岸一中节目 我们今天和邱毅老师来连线 大家在画面上已经看到 邱毅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连线 讨论了今天整个最新的一个情势的变化 当然主要我们会聚焦在这个蓝白和到底合不合 今天我们也看到上午的时候 赵绍康他发起了这个战斗篮的一个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他找来了 大概算算可能有50个左右 所有国民党在台湾各地要选立委 选民意代表的候选人 当然当中还包括了五党籍的侯汉廷也出现 那么看起来这个画面是挺热闹的 所以来问一下邱毅老师怎么来看 就是说今天上午的这样的一个战斗篮的记者会 我自己观察的几个点 第一个是说朱立伦好像不见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没有到 那么有人质疑说 赵绍康是不是另外搞了一个 我们讲的所谓党中央 另立太阳 当然了这个赵绍康本人说 怎么能够说是太阳呢 太阳当然是朱立伦的 我只是连星星都不足 这个赵绍康这么讲 那韩国瑜说 哎呀这个赵绍康啦 郝龙斌啊 他们搞这个战斗篮 也是吃力不讨好 所以老师怎么来看待这一次 看起来是赵绍康和侯友宜 郝龙斌 他们是主要发起这个战斗篮的人吗 这个应该说侯友宜是被战斗篮来抬教的那个对象 所以这个是赵绍康和郝龙斌他们主办 可以这么来理解 这一场的战斗篮的造势大会的召集人 台面上写了两个人 赵绍康和郝龙斌 其实只有一个人就是赵绍康 而这个活动在9月13号 当时不是传言说赵绍康密会韩国瑜吗 其实当时韩的就是这一场战斗篮的造势大会 那一天在9月13号 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精华酒店 赵绍康和郝龙斌邀集了韩国瑜 而韩国瑜带着他的女儿韩冰 大家在吃buffet 当时赵绍康就提出来了 他要搞一个战斗篮的造势大会 希望韩国瑜能够捧场 当时韩国瑜不置可否 第二天9月14号 韩国瑜就搭飞机 带着韩冰到加拿大去了 韩国瑜跟我之间持续的联络 因为柯文哲希望能够跟韩国瑜见个面 大家共商大事 当时候韩国瑜非常的高兴 也定下了时间 他10月6号要回台湾 10月7号的下午3点半 他就要跟柯文哲见面 双方茶叙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可是几天之后韩国瑜告诉我 他说行程有变 茶叙要延后 后来就延后到了8号 也就延后了一天多 两个人完成了茶叙的动作 而且相谈甚宽 也拍了照片 10月9号 韩国瑜就把照片 抠上了他的脸书 而且表达了他作为 统哲的意愿跟立场 韩国瑜说 统哲不是他一个人的统哲 是台湾人民 人人的统哲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你朱立伦不授权 不同意 不重要 只要台湾人民都同意 就可以了 而且他不是为国民党做的 更不是为侯友宜做的 他是为台湾人民做的 所以在他的脸书里面 也明白的写到 他要整合的对象 是侯友宜 柯文哲 郭台铭 他连郭台铭都被漏掉 所以你说 他的范围 整合的范围 又回到了原来的非律联盟 对 而不仅止于蓝白河了 那这个消息一出来 最震惊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朱立伦 朱立伦一想糟糕了 韩国瑜这张王牌 被我拉到了柯文哲这边了 所以朱立伦马上就电话 夺病连环空 要跟韩国瑜见面 双方约了10月10号的下午 因为上午有双十进点的活动 而且朱立伦抛出了 要邀韩国瑜担任国民党副主席 而他们在10月10号的下午 真的也见面了 可是韩国瑜并没有答应 要担任副主席 因为他知道这是朱立伦部的一个套 设了一个局 另外一个紧张的人就是赵少康了 赵少康很担心韩国瑜11号战斗篮的造势活动 韩国瑜缺席 而在今天上午10点钟 当战斗篮和赵氏活动 大家都就位了 韩国瑜还没到 丙周可能有看到直播 对不对 对 那时候赵少康真的是急了 所有的三四十个战斗篮的小鸡都到了 郝龙斌也到了 还有两位也请来的朋友 谢龙介跟苏清泉都到了 唯独韩国瑜还没到 最后赵少康开始讲话了 讲了将近一分多钟 韩国瑜才三三来迟 而韩国瑜的座位就在 在侯友宜跟赖氏保的中间 丙周看的live一定可以看到 在全场的过程里面 韩国瑜跟旁边的赖氏保 频频交头接耳 对 交换意见 片没有理他另外一边的侯友宜 这很多人都在观察这个 支持的时候 也是以国民党的立委选举为主体 一直到最后一句话 他才说祝福侯友宜 高票当选 不是支持哦 是祝福哦 祝福不代表他会支持有所行动 而且大家拍大合照的时候 从那个照片就看到了 韩国瑜满脸的不耐 好像被敢压制上架 而丙周看的也提到了 有一个人至始至终都不在 叫做朱立伦 可是韩国瑜昨天10月10号的下午 跟朱立伦碰面的时候 朱立伦主动问他 11号的战斗兰大会 怎么一回事 赵少康虽然说了许多的理由 为什么没有邀朱立伦 但是由朱立伦主动 10月10号的下午 主动的去问韩国瑜 说这一场造势活动怎么一回事 还问韩国瑜有没有受邀 要不要去 证明了朱立伦很在意 赵少康没有邀康 因为朱立伦知道 这是赵少康抓着韩国瑜这张王牌 向朱立伦叫法 要跟朱立伦夺权 而更证明了 我在上个礼拜 跟秉中谈到 赵少康不是说 国民党应该让韩国瑜做 不分军立委第一名 然后 角逐立法院长吗 对 从这里就看出了 朱立伦根本没有授权赵少康说 而赵少康也知道 他一旦说要给韩国瑜担任 不分军立委第一名 那就叫做建光使 而谁真的想做 不分军立委第一名 角逐立法院长的 就是赵少康本人 否则他闲得没事干 邀了三十几个战斗兰的 连无党籍的 胡汉平都邀了 甚至还邀了民众党的蔡壁卢 蔡壁卢问了柯文哲之后 今天缺席了 另外在不分区里面 热门人选 谢龙介舒心全也邀了 侯友也邀了 唯独没有邀 国民党的大家伞叫朱立伦 国民党是一个家父党式的政党 党主席最大 你把国民党提名的小鸡 拉走了70% 你竟然不邀党主席 你是党主席奴拉鸡吗 你把党主席丢一边去了 而且这件事情的两天 前两天还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赵少康在YT的直播节目 后面的广告 卖给了谁 郭台银 所以赵少康在讲话的时候 他的背景就是郭台银的联署活动 依照国民党的党籍 这该开除党籍的 所以有人就检举了赵少康 秉中你知道赵少康怎么回应朱立伦吗 有胆就开除我党籍 对不对 如此嚣张的态度 更证明了 赵少康搞这一场战斗兰的造势活动 就是要向朱立伦叫板 要跟朱立伦做权力跟利益的分配 这很符合赵少康这个人的性格 是 秉中一定也很了解赵少康的 所以当年王健宣在新党就骂过赵少康 说他机关算尽太聪明 会反悟了亲亲性命 这件事更显示赵少康就是如此 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上午赵少康在战斗来造势大会里面 提出了八大政见 对对 里面好多立委候选人事后告诉我 他们听到赵少康的八大政见 每个人都愣住了 没有事先讲过 他的事先不知道 赵少康提出来了 就如同要他们背书 而侯友宜也不知道 所以朱立伦生气了 因为赵少康这个动作 不是强迫朱立伦接受他的八大政见吗 以后国民党中央就是赵少康了吧 他就代表党了 赵少康把朱立伦摆在哪里呢 不分居立伟是由你赵少康子弟 对对 居立伟 你把他收纳为你身后来行下 连证件都由你赵少康自己发布 也不通知也不邀请 你把朱立伦权力都掏空了 你算什么呢 所以难怪朱立伦生气 所以很多人说 整个国民党的内战 朱造之争上野了 哇那这样子蓝白都还没 我现在是拿品中第一个问题 蓝白都还没有瞧好 国民党党内其实大家各自貌合神离 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朱造之争 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个的 战斗篮的所谓造势或是记者会 到底是让团结更成功 还是会制造更多分力 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因为我们过去讲过嘛 头有一背后有很多个婆婆 至少原本朱立伦是党主席 是天然的婆婆 金普聪又是所谓的 竞选总部的总干事也是个婆婆 那现在又多了一个赵少康 现在似乎赵少康变成更大的太上婆婆 那我们就要来问 侯友宜本人到哪里去 因为今天这整个赵氏大会看下来 好像说记者会看下来 我看网友的意见 包括在赵少康自己的观点平台 让我们意外的几乎是 各种的酸言酸语或者骂声一片 有一些看起来是韩国瑜的支持者说 你们在消耗韩国瑜 你们一直逼着韩国瑜没有意思 那有人说到底这是侯友宜要选 还是赵少康要选 还是谁要选 大家觉得好像各个立委候选人讲的话 或赵少康自己所讲的话 都比较像是在选大位 而侯友宜在这整个活动里头 角色其实蛮模糊的 老师怎么来看 是侯友宜自己个人魅力 本来就太差还是怎么样 比如这个问题问的好 今天韩国瑜在简短的致死里面 我是提到赵少康办这个活动 一定会吃力不讨好 韩国瑜早就知道 他笃定会不讨好的 意思说你赵少康机关算计 用了那么多的吃奶的力量 最后笃定不讨好 因为韩国瑜也看到网友的意见了 正印证了王建轩的话 机关算计太聪明 反悟了亲亲性命 赵少康老了 过去那些全谋算计 现在已经淘汰了 落伍了 所以叫吃力不讨好 本来赵少康已经跟金小刀金普冲 勾在一块 要去对抗朱立伦的 结果呢 朱立伦耍出了一招 不是蓝白河吗 朱立伦就把韩国瑜丢一边 本来想用个副主席 把韩国瑜带个紧箍咒 当然韩国瑜没有重计 他没有答应 紧接着朱立伦就派两个人 代表去做蓝白河谈判 一个叫金小刀 另外再派个他的秘书长黄建廷 做金小刀的助手 朱立伦把这一个蓝白河的重任 交给了金小刀 他的算计就是要使蓝白河破局 因为金小刀本来就不赞成蓝白河 他要挺着胸膛倒下去 所以你赵少康要蓝白河 朱立伦看到已经赵少康对垒了 就把金小刀拉过来 给他一个御用代表 让他去破坏蓝白河吧 就这么简单吧